手掌不知道什么问题 好,手掌没来 但是我们还是来继续 OK 手掌网不好 OK 好 好,那我们继续开始 嗯 好的,我的这个 好,我们下面来听刘教授的视频 大家好 欢迎来到刀客刘的五分钟系列讲座 今天我们来谈谈 为写论文做准备时如何高效的阅读文献 为了写好论文 我们往往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 我们读论文和读一般的书籍应该有不同的阅读策略 相比来说,书中的信息一般来说有比较严谨的组织秩序 而论文中的信息由于众多作者的不同风格和水平往往比较杂乱难懂 需要我们自己来逐渐地理清头织 所以对于读论文来说 多轮的阅读是常态 我们读论文一般是找到一整批相关的论文一起读 一起读到某个层次 而不要一开始就通读 不要追求每篇论文整篇一次读全读懂 论文读不懂的情况很正常 一篇读不懂就换一篇 多读几篇再回头往往效率会提高 因为读别的论文往往有助于我们理解原先看不懂的论文 读论文的次序一般是由粗到细 从大意到重点最后到细节 每读完一轮我们对所研究问题的知识就增加一层 根据这层的知识就可以问出下一层更细致的问题 再根据这些更细致的问题去重读 就可以理解到更多的内容 同时每一轮的阅读还是一个筛选的过程 这一轮获得的知识 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下一轮哪些论文比较重要 哪些部分需要进度 哪些论文可以跳过 在做科研写论文的不同阶段 往往有不同的阅读目的 在以前的讲座中 我们曾经把文学阅读初略的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明确我们自己的研究目标 或者是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 其实更全面的说 就是在写论文前要形成自己论文的初步架构 而第二阶段的目的是在文献中寻找证据 来支持或者进一步完善这一架构 完整的论文架构包括我们的研究目标 研究方法和想要达成的主要结论 根据这两个阶段不同的阅读目的 我们应该有不同的阅读策略 在第一阶段我们要在阅读中寻找灵感 来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 往往重大局而轻细节 我们常常会采用一种跳跃式的阅读策略 一旦发现了一个兴趣点 就会根据这个兴趣点去搜索不同的论文 同一个兴趣点可能有的作者说的不清楚 而别的作者说的更易懂 我们在不同的论文之间跳来跳去 不仅可以寻求一个最快最省力的理解路径 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现更多的兴趣点 也更有利于我们把不同论文中的观点串起来 形成新的思想 在这一阶段我们以找观点为主 所以要重点阅读二次文件 比如别人写的文献综述 同时大量的阅读优质论文的引言的部分 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论文架构找模板 在阅读时我们还可以用思维导图 来辅助记录我们的思考脉络 帮助自己理清思路 当我们有了一个自己论文的初步架构以后 在第二阶段的阅读中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文献中寻找证据 来支持或者进一步完善这一架构 我们要找的证据包括 支持我的研究目标的证据 支持我的研究方法的证据 和支持我的研究结论的证据 这时我们会更多的关注细节 关注证据的可靠度 要尽可能的找到一次文献中的一手资料 数据多的时候可以用表格来辅助记录 一般来说我们自己的架构越清晰 我们就会越多的用扫描式的阅读策略来提高效率 在扫描式的阅读策略中 我们首先要对我们自己的研究架构进行解构 找到五到七个关键词 然后根据这些关键词在所阅读的文献中进行扫描 搜索一切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支持这些关键词的碎片化信息 这是一种非常快速的阅读状态 我们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迅速的移动 碰到猎物才会停下来 当我们对每一个关键词都搜寻到足够多的信息时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完善我们的研究架构 必要是 我们的关键词 再进行下一轮的搜索 从本质是一个网状的思考 转换成线性的文字输出的过程 对于少量的关键词线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还原作者的网状的思考 而都要提取一些关键的节点 所以为了提高阅读效率 我们完全不必遵循一个线性的阅读顺序 我们通过第一阶段的跳跃式的阅读 和第二阶段的扫描式的阅读 人数的解构所读的文献 快 抓住重点 我们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 而是要让阅读为自己的论文来阅读 来记录 就能够极大的提高阅读效率 今天就 好 我下面来进行第一遍的朗读 OK 如何写论文 五分钟系列讲座 24 如何高效阅读文献 大家好 欢迎来到Doc.Nio的五分钟系列讲座 今天 我们来谈一谈 为写论文做准备时 如何高效的阅读文献 为了写好论文 我们往往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 我们读论文和读一般的书籍 应该有所 应该有不同的阅读策略 相比来说 书中的信息 一般来说 有比较严谨的组织秩序 而论文中的信息 由于众多作者的不同风格和水平 往往比较杂乱 难懂 需要我们自己来逐渐的拟清头绪 所以对于读论文来说 多轮的阅读是常态 我们读论文 一般是找到一整批相关的论文一起读 一起读到某个层次 而不要一开始就通读 不要追求每篇论文 整篇一次读全读懂 论文读不懂的情况很正常 一篇读不懂就换一篇 多读几篇再回头 往往效率会提高 因为读别的论文 往往有助于我们理解 原先看不懂的论文 读论文的秩序 一般是由粗到细 从大意到重点 最后到细节 每读完一轮 我们对所研究问题的知识 就增加一层 根据这一层的知识 就可以问出下一层 更细致的问题 再根据这些更细致的问题 去重读 就可以理解到更多的内容 同时 每一个人的阅读 还是一个筛选的过程 这一轮获得的知识 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在下一轮 哪些论文比较重要 哪些部分需要精读 哪些论文可以跳过 在做科研写论文的不同阶段 往往有不同的阅读目的 在以前的讲座中 我们曾经把文献阅读 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目的是 明确我们自己的研究目标 或者是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 其实更全面地说 就是在写论文前 要形成自己论文的初步架构 而第二阶段的目的是 在文献中寻找证据 来支持或者进一步完善 这一架构 完整的论文架构 包括我们的研究目标 研究方法 和想要达成的主要结论 根据这两个阶段 不同的阅读目的 我们应该有不同的阅读策略 在第一阶段 我们需要 我们要在阅读中寻找灵感 来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 往往中大局而轻细节 我们常常会采用一种 跳跃式的阅读策略 一旦发现了一个兴趣点 就会根据这个兴趣点 去搜索不同的论文 同一个兴趣点 可能有的作者说得不清楚 而别的作者说得更易懂 我们在不同的论文之间 跳来跳去 不仅可以寻求一个最快 最省匿的理解路径 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去发现更多的兴趣点 也更有利于 我们把不同论文中的观点 串起来 形成新的思想 在这一阶段 我们以找观点为主 所以要重点阅读二次文献 比如别人写的文献中述 同时 大量的阅读优质论文的引言的部分 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论文架构 找模板 在阅读时 我们还可以用思维导图 来辅助记录我们的思考脉络 帮助自己拟清思路 当我们有了一个 自己论文的初步架构以后 在第二阶段的阅读中 我们的主要任务 是在文献中寻找证据 来支持或者进一步完善 这一架构 我们要找的证据 包括支持我的研究目标的证据 支持我的研究方法的证据 和支持我的研究结论的证据 这时我们会更多的关注细节 关注证据的可靠度 要尽可能的找到 一次文献中的一手资料 数据多的时候 可以用表格来辅助记录 一般来说 我们自己的架构越清晰 我们就会越多的用 扫描式的阅读策略 来提高效率 在扫描式的阅读策略中 我们首先要对我们自己的研究架构 进行解构 找到五到七个关键词 然后根据这些关键词 在所阅读的文献中 进行扫描 搜索 搜索一切有助于我们 更好的理解和支持 这些关键词的碎片化信息 这是一种非常快速的阅读状态 我们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 迅速的迅速的移动 碰到猎物才会停下来 当我们对每一个关键词 都搜寻到足够多的信息时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信息 来完善我们的研究架构 必要是调整我们的关键词 再进行下一轮的搜索 从本质上来说 写作是一个把网状的思考 转换成线性的文字输出的过程 对于少量的关键文献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地 还原作者的网状的思考 而对大多数的文献 我们仅仅需要提取一些关键的节点 所以为了提高阅读效率 我们完全不必遵循一个 线性的阅读顺序 我们通过第一阶段的 跳跃式的阅读 和第二阶段的扫描式的阅读 能顺势的解构 所读的文献 快速地了解大局 抓住重点 我们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 而是要让阅读 为自己的论文来服务 心怀自己的架构来阅读 围绕自己的架构来记录 就能够极大的提高阅读效率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讲 再见 好 答案大家 接下来 恭喜我们 珍贵的 大德师傅同学 拿麦来 OK 有没有 好 有请珍贵的应声老师 请珍贵的 主持人好 珍贵的 珍贵的 大德们 大家中午好 我来读一下 读一下 读文文5分钟系列讲座24 如何高校阅读文献 大家 欢迎来到 Doktor Liu的5分钟纸线 为了写好论文 我们往往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 我们读论文和读一般的书籍 应该有不同的阅读策略 相比来说 书中的信息一般来说 有比较远迹的组织秩序 而论文中的信息 为众多作者的不同风格和水平 往往比较 少乱难懂 需要我们自己来逐渐的理清头绪 所以对于读论文来说 多轮的阅读是常态 我们读论文一般是找到一整 一天读不懂就换一天 多读几天再回头 往往效率会提高 因为读别的论文 往往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 看不懂的论文 读论文的次序 一般是由书到细 由大义到重点 最后到细节 为读完一轮 我们对所研究问题的知识 就增加一层 根据这一层的知识 就可以问出下一层 更细致的问题 再根据这些细致的问题去重读 就可以理解到更多的内容 同时每一个人的阅读 还是一个筛选的过程 这一轮的 这一轮获得的知识 可以帮助我们 判断在下一轮 哪些论文比较重要 哪一些部分需要精读 哪些论文可以跳过 再做科研 简论文的不同阶段 广文有不同的阅读的目的 在以前的讲座中 我们曾经把阅读 把文献阅读 粗略的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目的 是凝聚我们自己的凝聚目标 或者是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 其实更全面的说 就是在写论文前 要形成自己论文的初步架构 而第二段的目的 是在文献中寻找证据 或者进一步完善 根据这两个阶段 不同的阅读目的 我们应该有不同的阅读策略 在第一个阶段 我们要在阅读中寻找灵感 来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 往往重大而轻细节 我们常常会采用一种 超越式的阅读策略 一旦发现了一个兴趣点 就会根据这个兴趣点 去搜索不同的论文 同一个兴趣点 可能有的作者说得不清楚 而别的作者说得更易懂 我们在不同的论文之间跳来跳去 不仅可以寻求一个最快最省力的途径 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现更多的兴趣点 也更有利于我们把不同论文中的观点 串起来形成新的思路 在这一阶段 我们以找观点为主 所以要在重点阅读二次文献 所以要重点阅读二次文献 同时大量的阅读优质论文的引言部分 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论文架构掌模板 在阅读时 我们还可以用作为导图来辅助 记录我们的思考脉络 帮助自己理清思路 当我们有了一个自己论文的初步架构以后 在这个阶段的阅读当中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 在文献中寻找证据 来支持或者是进一步的完善这一架构 我们要找的证据 包括我的研究目标的证据 支持我的研究方法的证据 和支持我的研究结论的证据 这时我们会更多的关注细节 关注证据的可靠度 要尽可能的找到一次文献中的一手资料 数据多的时候 可以用小格来辅助记录 一般来说 我们自己的架构越清醒 我们就会越多的用扫描式的阅读策略 来提高效率 在扫描式的阅读中 我们首先要对自己的研究架构进行解构 找到五到七个关键词 然后根据这些关键词在所阅读的文献中 进行放描 搜索一切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 和支持这些关键词的碎片化的信息 这种非常快速的阅读状态 我们碰到六才会停下来 当我们对每一个关键词都搜索到足够多的信息时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完善我们的架构 必要是调整我们的关键词 再进行下一轮的搜索 从本质上来讲 写作是一个把网站的思考转化成信息的文字 是输出的过程 对于少量的关键文件 我们仅仅需要提取一些关键的解析 所以为了不遵循一个线性的阅读 所以我们通过第一阶段的阅读式 我们通过第一阶段的超越式的阅读 和第二阶段的扫描式的阅读 能迅速的解构所足的文献 快速的了解大局 抓住重点 我们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 而是为了 而是要让自己 而是要让阅读为自己的论文来服务 心怀自己的架构来阅读 围绕自己的架构来记录 就能够极大的提高阅读效率 今天就讲了这里 谢谢大家 下讲再见 好 感恩尊贵的应生老师 为我们精彩的朗读 接下来还有八分钟的时间 有没有大德师傅同修 拿麦 我们再来读 OK 有没有 好 妙德师兄 有请妙德师兄 好 中文的老师 接下 中文的同修 中文接下 让我来读一下 如何写论文五分钟系列 讲座二十四 如何高效 阅读文献 大家好 欢迎来到 W的五分钟系列讲座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为写论文做准备时 如何高效的阅读文献 为了写好论文 为了写好论文 我们往往需要 阅读大量的文献 我们读论文和读文献 一段的书籍 应该有不同的阅读策略 相比来说 书中的信息 一般来说 有比较严谨的组织 而论文献 而论文中的信息 由于众多作者的不同风格和水平 往往往的信息 往往比较复杂 难懂 需要我们自己来逐渐的理清头绪 所以对于读论文来说 多人的阅读是常态 我们读论文一般是找到一整批相关的论文 一起读 一起读到每个层次 而不要一开始就通读 不要追求每篇论文 整篇一次读全读懂 论文读不懂的情况很正常 一篇读不懂就换一篇 多读几篇 再回头往往效率会提高 因为读别的论文 往往有咒语我们理解原先看不懂的论文 读论文的次序 一般是由粗到细 从大意到重点 最后到细节 每读完一轮 我们对所研究问题的知识 就增加一层 根据这一层的知识 就可以问出下一层更细致的问题 再根据这些更细致的问题去重读 就可以理解到更多的内容 同时每个人的阅读 还是一个栓心的过程 这一轮获得的知识 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下一轮 哪些论文比较重要 哪些部分需要精读 哪些论文可以跳过 在组科研写论文的不同阶段 往往有不同的阅读目的 在以前的讲座中 我们曾经把文献阅读出现的 分为两个段落 第一阶段的目的 是明确我们自己的研究目标 或者是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 其实更全面的说 就是在写论文前 要形成自己论文的初步架构 而第二阶段的目的 是在文献中 寻找证据来支持 或者进一步完善这一架构 完整的论文架构 包括我们的研究目标 研究方法和想要达成的主要论 结论 根据这两个阶段 不同的阅读目的 我们应该有不同的阅读策略 在第一阶段 我们要在阅读中寻找灵感 来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 往往重大局而轻小节 我们往往会采用一种 跳跃式的阅读策略 一旦发现了一个兴趣点 就会根据这个兴趣点 去搜索不同的论文 同一个兴趣点 可能有的作者说的不清楚 而别的作者说的更易懂 我们在不同的论文之间 跳来跳去 不仅可以寻求一个 最快最神秘的理解路径 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去发现更多的兴趣点 也有更有利于 我们把不同论文中的观点 串起来 形成新的思想 在这一阶段 我们以找观点为主 所以要重点阅读二次文献 比如别人写的文献中序 同时大量的阅读 优质论文的引言的部分 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论文架构 找模板 在阅读时 我们还可以用思维导图来 来普通记录我们的思考脉络 帮助我们理清思路 当我们有了一个 自己论文的初步架构以后 在第二阶段的阅读中 我们的主要任务 是在文献中 找到证据来支持 或者进一步完善 这一架构 我们要找到证据 包括支持我们的研究目标的证据 支持我的研究方法的证据和支持我的研究结论的证据 这时我们会更多的关注细节 关注证据的 关注正确的可靠度 要尽可能的找到一次文献中的一手资料 数据多的时候 可以用表格来 普筑记忆 一般来说 我们自己的架构 越清晰 我们就会越多的 用扫描师的阅读策略 来提高效率 在扫描师的阅读策略中 我们首先要对 我们自己的研究架构 进行结构 找到七到五个关键词 然后根据这些关键词 在所阅读的文献中进行扫描 输出一切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支持 这些关键词的碎片化信息 这是一种非常快速的阅读状态 我们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 迅速的移动 碰到略物才会停下来 当我们对每一个关键词 都搜寻到足够多的信息时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信息 来完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架构 必要是调整我们的关键词 再进行下一轮的搜索 从本质上来说 写作是一个把网组的思考 转换成线性的文字输出的过程 对于少量的关键文献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地还原作者的广状的思考 而对大多数的文献 我们仅仅需要提取一些关键的节点 所以为了提高阅读效率 我们完全不必遵循一个线性的阅读选序 我们通过第一阶段的跳跃式的阅读 和第二阶段的扫描式的阅读 能顺述的结构 所读的文献 快速地了解大局 抓住重点 我们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 而是要让阅读为自己的论文来服务 循环自己的架构来阅读 围绕自己的架构来记录 就能够极大的提高阅读效率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讲见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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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珍贵的庙德师兄 您精彩的朗读 谢谢我们珍贵的应生老师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然后明天中午再见 好 恭送各位大的师父同秀 我停止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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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